哈囉我是Luna 嗨我是Abi 這一家早午餐是我來三次都沒有辦法約到的一家早午餐餐廳 我們今天終於約到啦 你看它的名字叫做布蘭 那我們一起進去看一下到底有多好吃吧 這是他們的菜單 我剛剛有說我來了三次都沒有辦法約到 而且他們吃東西有限時兩個小時要用餐完畢 我們看一下它的菜單內容 就這樣而已 非常簡單的一個菜單 它現在還是客滿的狀態 很誇張 蔥露野菇其實真的很難 它帶一個蕃茄肉醬 蔥露薯條 植果腩 那尾黑糖那邊 然後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這邊禮拜一只營業到下午的五點半 那頻率是營業到十點 大家要注意一下時間不要哭 它的上菜式都算蠻快的 而且東西看起來是有模一樣 那我們來吃吃看看有沒有不好吃 看起來是蠻OK的 我來偷吃一下 我要吃囉 好 上面應該是起司 難怪會那麼多人 怎麼樣 你喜歡嗎 我喜歡 好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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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我 難怪我來約三次都約不到 它的菜用的是禮賣飯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一般的米飯 它這個蝦醬燉菜濃滋米飯真的很好吃 它的蝦醬真的好濃郁 會吃了會上癮的一道燉飯 我剛剛以為它這個醬是純粹的紅醬 結果真的是蝦醬 味道超濃的 就是好像是用蝦汁下去熬的感覺 會有點驚艷 它的這個也還蠻驚艷的 我覺得真的好好吃 口 就是蝦是一定會想來的店 難怪會這麼多人 吃了會滿足的早午餐 有些吃的很不滿足欸 他想哭還要付那麼多錢 我們現在要來吃一下它的蕃茄肉醬手工寬麵 好不好吃 來給你吃一下好不好 不然都我自己在吃不好意思 好吃的嗎 我覺得還不錯 這三個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最喜歡這個的醬 因為我覺得它會比較 我以為比較喜歡這個 這個蕃茄真的很好吃 因為他平常人很少會吃到這個醬 那他要吃吃看 肉醬就已經稍微有一點不夠了 那他的麵呢 因為他是說走公寬麵 可能是自己做的麵吧 麵還OK 我覺得麵不錯 還滿有 他算是滿有彈性的吧 嗯 調劑也還不錯 然後現在外面價格大欸 感覺很悲傷 還好食物很好吃 這邊的地點好走嗎 好走 其實這邊離捷運真的滿近的 我坐捷運到 捷運出口六號 大概兩分鐘五分鐘就到了 他在敦南沈蜜的旁邊 其實還滿好找 然後你看一下窗外有多悲傷 很悲傷的感覺下大雨 而且他們的小酒館炸雞 很扎實的兩塊大炸雞 上面還撒上很粗狂的海鹽 我比較好奇它裡面是什麼醬 有一點像酸奶醬 有一點像洋蔥 感覺是滿血液的 你只要摸它它就整個像酥散一掉 就跟一般炸雞真的不一樣 好 噴音是真的很酥的 而且我從上面看裡面是很 它裡面的肉嫩的對不對 它的肉是全部都包在裡面 沒有斬掉 這種炸雞最怕就是裡面的肉很乾 但它沒有它很厲害 今天點的東西沒有半個打槍 你要給這家店總評一下 店內環境啊 還有餐點食物啊 然後還有服務人員的態度啊 然後整體你要打幾分 反正四分的話我應該會打幾分 七分沒有那麼高的元氣 因為它這邊真的是太難了 如果你大家真的是沒有先提前定位來這邊 又遇到這種大爆的天氣 你可能會很想發脾氣 可是我覺得它上菜的速度很快 這一點實際上還蠻值得肯定的 而且它的東西都還蠻好吃的 價格早午餐店來講稍微有一點偏高啦 就是每道菜大概都是320-350左右 不管是燉飯或者是這種小的東西 又是這個價位 店內很簡潔 這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遊戲上很大片的落地床 如果是天氣很好的話 就在這邊曬太陽吃早午餐 一整天都元氣滿滿的 對 因為我們這個大落地床看出去是一整片的樹 還蠻漂亮 我姐姐跟它點的分數是8分 因為我覺得它的餐點真的是有用心 跟一般的早午餐店不一樣 是從燉飯拿到薯條 他們都會用上很多的起司來提那個味道 然後他們的炸雞也不是一般的店吃得到的口感 對 手工的麵條這一點也很棒 所以你就是可以感覺到他們的餐點上有用心 然後環境還不錯 因為它的位置還不錯 所以有大落地床 這種感覺吃起來就很舒服 非常的極簡風 極簡風 然後不會很急又很輕鬆可以吃這頓飯的感覺 對 我們去偷看一下他們的廚房長什麼樣子 走吧 起早間 你可以看到裡面非常非常多的圓勾在做料理 對 感覺還不錯啊 好 那今天這是我們第一家網美店 我們等一下要去第二家網美店 來做一個PK和比較 我們在東區的無聊咖啡 據說是吳宗憲女兒開的 那我們來喝一下他們的咖啡跟他們的餐點好不好吃 你看啊 它進去有這個藤蔓的感覺 好 這邊是一個拍照區 不要趕快進去啊 這是為了跳進去的 整個空間 在這邊點餐嗎 紅燒家常牛肉麵 還有一個涼臉小辣川味 上海柴土蛋炒飯 蜜桃玫瑰茶 然後我點的是山辣涼麵 這是麵還蠻有嚼勁的 然後麵是彩色的 味道我覺得還好就一般般 然後你看它的麵條很可愛耶 我想說什麼是韻麟 它肉是真的蠻大塊的喔 蠻厚的 肉可以介紹很嫩 肉很OK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很難咬要咬很久的那種肉 哈哈哈哈 然後這邊還有賣一些小東西耶 啊這個是桌遊喔 我不知道了耶 欸是耶 有些周邊的東西 真的耶 所以這是可以買的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應該是可以買的 你可以換衣服啊 我們可以換衣服啊 沒有啊這樣你玩很大啊 我今天來這邊露營 我今天來這邊露營 不然今天很嗨可能有吃飽吧 哈哈哈哈 桌遊欸 而且很多桌遊超多的 而且很多桌遊超多的 你會玩桌遊嗎 我不會 我也不會 意思是要買來在這邊玩嗎 那你是不是進去 欸好舒適喔 因為它這個桌子都蠻大的 那算人可以 欸秒再請你要人要前進一點 不會不會 這樣太暗了 這樣子 往後更暗 你把我腿拍太短了吧 什麼鬼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沒有 對 你看一下 看一下我把你拍得黏黏喔 不要再給我換褲子 哇 這要前進一點 臉才要打到 美顏色是 好了我們今天在這邊混了一個下午 對 我們要評分 那你覺得這邊有什麼優點 或缺點 你講兩個 我講兩個 兩個 對 好 我先講缺點好了 你從優點想我先講缺點 好 我覺得缺點的東西 普遍上來就我覺得我不會 可能不會帶來第二次 停車可能不太好找 在東區裡面 那邊很好拍照 所以可能來一次就可以了 主要是第二個優點 我覺得它空間的環境算很大 所以座位上來講 你不會感覺很 很擁擠 或者是跟旁邊的人很有接觸嗎 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東西 我覺得還好 對 它吃的沒有那麼滿足 以我愛吃鬼的那種 挑嘴的個性 對 優點就是很好拍照 環境很寬敞 對 他們做了很多 可以拍照的小地方 讓你來這邊盡情的拍照 它有低銷對不對 對 它這邊進來的時候 今天上次會先告訴你 每個人訂銷是180塊 嗯 還算滿便宜的 其實就是一塊蛋糕 就是一個 一杯飲料的概念 所以大家來這邊好像 都不是來吃的 都是來拍照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有點點了太多東西了 我們搞錯重點了 大家如果想要來拍照的話 這邊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它很分那種 感覺是有分很多主題型的 有比較花草的 然後有比較少綠的 噴泉啊 或者是一些 秋池 秋池 對 秋池 彈秋千 那我們要澄清一點 這個東西 不是水槽 它是 湖蒙 它是湖蒙 我們剛剛前面講錯了 我們一直以為它是水 它是湖蒙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訂閱它 訂閱它 訂閱我的IG 謝謝 掰掰 highest 另外 就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